小情侣来到外地穷游 前一天还住在最廉价的酒店 可第二天就搬进了一处豪华大别墅里 而且更奇怪的是 俩人来到超市购物 也根本不用花一分钱 就连奢华的衣服也是想拿就拿 昂贵的红酒也是想喝就喝 然而他们并不是一夜报复 而是整个世界的人 在一个晚上后竟突然消失不见了 俩人一开始还尝试着去联系外界 但手机没有了信号 电脑也突然没了网络 甚至连机场的服务人员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于是两人直接摆烂 他们住进了大别墅里 每天都过着极其奢靡的生活 但久而久之 两人都已经厌倦了这种生活 无尽的空虚在他们的心中蔓延 难有知道 这样下去肯定不是办法 于是他提议去郊外的景点居住几天 但殊不知 这将是男人最后悔的决定 经过了几个小时的跋涉 两人终于发现了一处农庄 他们很自然地走进屋内 观察着房内的布局 可就在男人刚出门的瞬间 却突然看到了颠覆三观的景象 直接面前竟然出现一个老人 男人顿时欣喜若狂 而老人也完全呆住了 他们简直难以置信 没想到世界上还有别人存在 然而老人的状况并不是很好 看起来是极其虚弱的样子 他们急忙把老人带入房间 并贴心地照顾着他 而女人也重新燃起希望 认为一定还有别的幸存者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到了第二天一早 悲惨的事情就发生了 由于老人年老多病 竟然在昨天晚上已经去世 女人彻底崩溃了 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认为世界上一定还有别人存在 于是男人只好陪他寻找 他们加满汽油 接着又拿出地图一一标记 然后就在岛上的每一个房子 挨个进去寻找 并且还在找过的地方 用红色胶带粘住 但不出所料 直到他们走完了所有房屋 用完了所有的胶带 也依然没找到一个活人 女人完全绝望了 他贪坐在电脑面前 已经彻底失去了信心 可男友却一直劝导 让他一定要想开一些 女人默默地答应了男友 可他的内心 却产生出一个可怕的想法 这天一早 男人刚一起床 就看到桌子上有个信封 本以为是女友给他的惊喜 可不料 当男人打开一看后 才发现信封里面 居然是女友的黑白照片 男人瞬间察觉到了不对 他怀疑女人肯定是出了事情 于是男人急忙开车 在整个小岛发疯一样寻找 男人跑遍了整个小岛的景点 终于 他在一个游泳池里 找到了早就死亡的女友 原来女人早就受不了这个世界 而老头的死亡 更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男人悲痛万分 彻底陷入了绝望 接着便跳进冰凉的河水里 想要和女人作伴 然而强烈的窒息感 却没能让他自杀成功 最终 男人狼狈地爬上岸边 然后行尸走肉地走回车里 而这个世界上 也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可是他又能坚持多久